第1410集 一群人在底下是议论纷纷 大部分的人对这一次的事情 可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毕竟这一次有实力的企业家实在是太多了 多得让人都提不起精神去争 一位老总从里面走出来 看他的样子颇有几分垂头丧气的感觉 他的助理连忙迎上来小心问道 玉总怎么样了 那位老爷子答应了没有 走吧 那位老总摇摇头 然后便走了出去 看到了没有 这可是护城的大企业 他们都碰个钉子了 那换了我们就更不用提了 人群里又是一阵小小的骚动 大家对于这次的项目都十分的向往 但可惜的是 有实力吃下这个项目的人却是少之右手 梁沛山是最后一个来这里的 就算是他在护城有身份 有地位 但是来这里之后 还是不得不遵守这里的规矩 他坐到了最后面的位置上 静静地等着 来这里参加项目的人 并不是投标的 而是要通过里面那位神秘的老爷子 一个面试 如果面试通过了的话 就行 如果通不过 就算是你再有实力 就算是你说的再添花乱坠 人家也不会理你的 到底是什么情况 叶浩轩不解地看着梁沛山 我今天跟着你来 好歹也是你的助理啊 你不让我清楚情况 万一一会儿对方问起来 我该怎么办呢 里面的这位老爷子 是身体名门望族的陈老爷子 他这次来护城投资 为的就是一个千一级的大项目 据说这个项目是一个科研项目 梁沛山党 你 你想进军科研行业 叶浩轩这才恍然大悟 梁沛山向来都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现在虽然梁氏集团在护城市首屈一指的大家族 但是这并没有让她松懈下来 尤其是最近两年 少氏科技的崛起 更是引领起了国内一股科技热 之前的老掉牙的标语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这个标语又被重新的打了出来 而不管是哪个省 现在都是要向科研的方面发展 一来是因为少氏科技引领 未来科技的热潮 它需要一个完整的工业链才行 无数的高端的科技产品 需要无数种高科技的产业链 否则的话单凭少氏科技一家企业 想要让华夏进入真正的高速发展中 那是有些难的 而这个项目呢 便是围绕着少氏科技的产业链出发的 在护城 要建立起一个 一千亿级别的大型的科技员 由少氏科技提供技术 深地城市提供机械 搞一些产业链周边的产品 这对护城的科技与经济发展 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这里面的利润以及名望 也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这么多人 都像是一窝蜂似的跑过来 他们为的就是在这里面分一杯羹 但是这一次呢 这位在深地名门望族的陈家老爷子 亲自执掌这件事情 而且每一个想前来投资的 这个工业员的人呢 都要经过他的亲自考察才行 那这么一来呢 一大半的人都被直接刷了下去 这位老爷子的年纪虽然大了 但是脑袋一点也不糊涂 早在国家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大力的发展工业 这位老人家没有读过书 却靠着一手精湛的技术 做出了很多精密度十分高的技术 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从早些年的自行车 甚至是现在的汽车 生产线上的机械 有一部分都出自这位老人家之手 而这一次的事情 也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所以说这位老爷子才不含糊 他亲自上场督战 这让一些想浑水摸鱼的人 都有些傻眼了 搞什么搞吧 不就是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吗 马逼的老子京城有关系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单子给别人了 我让你们陈家立足不下去 一个男人 骂骂咧咧地从里面走出来 这家伙一看就能看出来 是属于那种二世族等级的人 平时仗着自家的关系是胡作非为 但是这一次在陈老爷子这里吃了闭门羹 所以他狠话放这里了 这位先生 说话注意点 陈老爷子 可是手掌钦锋的金光巧匠 那名管家淡淡地说 他疯个屁呀 都什么年代了现在 一朝天子一朝臣 你懂不懂啊 要亏那老头 现在年纪大了 他要是年轻的 我现在揍得他妈都认不出他来 那二世族依然是大骂道 老子混了这么多年 只要是我想做的单子 还从来没有拿不到手的 他姓陈的老头算什么玩意儿 我 这二世族说不出来话了 因为两名榜大腰圆的保镖 已经出现在门口 他们两个是陈家的护卫 两个人一左一右地 把这二世族给架起来 拉着就向外走去 哎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二世族吼道 我告诉你 我不是好惹的 你们在招惹我之前 你最好掂量掂量 你们有几斤几两 不然的话 我让你们好看 门外可就响起了一阵惨叫声 紧接着 杀猪一般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片刻以后 一名保镖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的 李伯 已经教训了 他的保镖全部都打断了腿 而且他的车被戳破了胎 哎 行了 稍微地教训一下就算了 对老爷子敢出言不屑 直接往死里打 那名姓李的管家一挥手 然后保镖退了下去 刚才的事情各位也都看到了吧 李管家回过头来 他扫失了一周到 这一次的项目利润很大 而且做好了名利双收 这是无需质疑的 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你的家族或者说你的企业 有这个实力的话 我们当然欢迎 但是像那种空手 套白狼 长着自己家里在京城有些关系 对老爷子出言不屑的人 最好你得掂量一下 你自己个儿到底有几斤几两 那在场的人 这都是有身份的人啊 而且刚才那个 被拖出去的那个家伙呀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临省的一霸 据说啊 在京城那个关系很硬 但是这家伙不得不说呀 他嚣张 他走错地方了呀 他关系硬 但他也不看看 这位老人家是谁 这位老人家可是号称 黑脸包工啊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必须要按照规矩来才行 如果说你不符合规矩 那可以 你静悄悄的走人 不要说那么多的废话 陈家也会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但如果说你实力不行 你还在这里骂骂咧咧的 那你就得接受教训了 刚才那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当下 有几个人便站起来匆匆的告辞了 因为他们清楚自己有多少金粮 他们也清楚就算是进去了 在这个地方 那也是自取其辱 与其那样 他们还不如痛快点自己离开算了 免得自取其辱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对自己企业有信心的人 都拿着招标书走了进去 但是毫无例外的 他们都垂头丧气地走出来 哎哟 这这这老爷子要求 这这这也太严苛了 得我们达不到他的要求啊 这是一位出来之后的老总的感叹 他感觉他的企业实力还算是可以 不错 就算是和这位老人家的要求 差那么一心半点 也不是没有希望 可是他低估了这位老头的严谨 与固执 老头说不行就是不行 差一丝一毫也不行 那想想也是啊 陈老头呢是搞机械出身的 他制作出来的机床 可以说是精密度极高 他来这里之前 也已经让这些人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他说过 这一次招标非常的严格 严格的像是他做出来的精床 精密度丝毫不差 哎哟 好了 今天老爷子有些累了 各位啊 改天再来吧 那名穿着长袍 管家模样的中年人进去了一趟 然后又走了出来 哎哟啊 李管家呀 你帮个忙吧呀 我们大老远的跑过来 让老爷子再坚持一下 我的案例都准备好了 我想老爷子一定会感兴趣的 有一位老总连忙站起来说 哎 实在是不好意思呀 各位 陈老年纪大了 他长途跋涉来到这里 本来就已经累了 而且你们的每一个案例 他都要认认真真地看 人的年纪大了 他实在是熬不住了 哎哟 各位要是明天不方便来啊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案例给放下来 等老爷子休息过了之后再认真地看 所以大家还是请回吧 李管家说 那 看到对方的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在场的人也是颇感无奈 他们只得放下了自己手中的案例 以及招标书等资料 然后离开 梁沛山为离开 在李管家离开之前 他上前一步 李管家 我是护城梁氏集团的梁沛山 老爷子需要休息多久 呃 这个 这可说不好吧 老爷子的年纪大了 有时候 一睡就是一下午 哎哟 这一次走了这么远 他又这么累 恐怕得到晚上才行啊 呃 你把你的东西留下 明天再来吧 我 我能在这儿等等吗 我想等老爷子休息好了之后 去向他亲自说说 我保证 我不会占用他老人家太多时间的 五分钟就行了 梁沛山恳切地说 五分钟 李管家有些诧异地看着梁沛山一眼 然后摇摇头 哎 梁总啊 恕我直言 这一次老爷子需要了解的地方太多 就算是你自我介绍一下 恐怕也不止五分钟了吧 李管家 你就帮帮忙吧 我真的只需要五分钟时间 等老爷子行了 您再向他老人家说一下就行了 呃 这个 李管家看梁沛山的态度诚恳 他点头道 那 行吧 等他老人家休息好了之后 我再向他通报一声 不过 我可不保证 他一定会见你 所以你在这里等 岂有可能会白等啊 没事 只要李管家说一声就行了 我可以等 呃 行 那你们在这里等等吧 李管家看了梁沛山一眼 然后转身离开 哎哟 真的要在这里等吗 看着空荡荡的大厅 叶好轩笑了笑 你可要知道 管家刚才已经说了 就算你在这里等 老爷子也未必会见你的 只要是在这儿等着 我还有可能有机会 如果说我不在这儿等 那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不是吗 梁沛山反问道 对 你说的不错 叶好轩无奈地说 那我们只好在这里等等了 出去走走吧 我刚才已经留下电话 管家答应 只要老爷子同意 他随时会通知我 好 这个地方看起来环境不错 叶好轩微微一笑 我们干脆在这里走走 就当是休闲休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